我們就去做地方法院去公證 然後就開始搬家 然後呢 然後就掛牌 三年出院在福克路685號 然後呢 三月份開始就要進行這些課程 然後老師呢 他就有一些講說 台灣自然史在中部這邊的講座 台灣宗教與哲氏漫談 他還要開台語系列 教他怎麼講台語 那生態旅遊的話 就是五月份去河灣山生態之旅 那剩下的部分的話 他希望我能夠 把這第三個跟第四個做好 第三個就是 基礎班跟中階班 還有高階班 基礎班跟中階班的話 就是給小孩子來上課 那包括了像植物生態 蟹類生態 鳥類生態 蛙類生態 跟生態體驗教育 那蟹類生態就是劉鴻昌教授 來負責這個教育志工的訓練 鳥類生態的話是採家養 那高階的課程的話 就會利用寒暑假 或者是假日的時間 用主題式的來進行這些高階的課程 那但是呢 第三個這個部分 這個是付費的 第四個部分是免費的 那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呢 生態教育志工的培訓 它包括了基礎生態教育 因為我們要培養的 生態的專精班呢 他只是來聽 他不一定要去做 他只是要獲得生態環保的概念 他不一定要去教 所以呢 蔡家養老師跟 柳文昌老師就會到這邊來培養 生態的教育志工 包括陳玉鴻老師 培養的生態的教育志工 跟講師 他們就到這邊來上課 所以呢 如果你要獲得第一線的 最好的老師 你要來上第四個 第四個 那你的話 如果你是要付費的話 你就是透過 再過一手的 你讓他交 那 正在教育志工呢 這個部分就是 希望說 我們不是要大家的錢 我們是要大家的心跟力 力量跟行動 因為你來上課之後 能夠付出實際的行動 那 這個教育志工裡面 也包括我們到時候會編組 編組 那你可能會可以到學校裡面 去研發教材 你可以到學校裡面 成建教育 就像我到大都國小上面去上課一樣 那你也可以在社區裡面進行上課 那你也可以 利用我們所設計的問卷 去做社會調查 陳玉峰老師跟我講說 你編了這個生態教育志工 你要什麼事情給人家做 我說要做的事情很多 我們現在連多少人版科都不知道 那趕快去做調查 所以 幫我們發問卷 他就可以做很多了 那這幾個呢 這是我們的教室 這是我們的教室 有40個人教室 那所有的設備全部都好的 那最後我要講的是說 從一開始我在講的 台灣的環境思想是跟土地 整個一起發展出來的 那這個環境思想就我的解讀 就是一個家的思想 有沒有反核跟永和的問題 沒有 只有一個問題 只有你有沒有把這裡當家的問題 有沒有經濟發展跟環保有衝突的問題 也沒有 只有你有沒有把這裡當家的問題 你想想看 當我們在跟一個人在討論的時候 他的全家人全部住美國跟歐洲跟澳大利 然後你來跟我講說經濟跟環保哪一個重要 這有立足點嗎 當你在跟他談 環核災的危害的時候 或是談空氣污染的時候 他全家都不住在這邊 那你要跟他談什麼 所以呢 當我們能夠把這邊當作是一個家 能夠世世代代在這邊能夠永續生存的時候 這才有立足點才可以談 那這就是家的思考 那當然非慣性的社會運動 我昨天已經講過了 那最後就是教育思想跟價格 做對的事情 持續做就會成功 就是我一個學長 他在上個學期的時候 他去虎人大學 他們的同軍社都快倒了 他是以前同軍社的 然後他就帶著他們的同軍社 因為他們要辦這個校慶的活動 然後他就重新開始 帶他們的同軍社 他們的同軍社只剩下三個人而已 他在過去說 從開始打神節開始 然後他們說他們目標 要在校慶的時候 要做一個龍門客棧 那這個龍門客棧呢 是用一個神節 一個神節所做出來的 做成兩層樓高的一個 竹邊的一個建築物 那這些學生三個人 他們神節也不是很熟 他們都很害怕 他們能夠做出來 然後他就帶著他們 一個神節 一個神節 這樣打 每一個神節都是重複的動作 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缺乏了一個訓練 就是說 你要把神節打對 而且要重複做 重複做 你就會做成功 同樣的 社會的運動 我認為說 我們要從體制外的教育著手 因為體制內其實已經被控制了 那社會教育呢 這個教育是靈魂的養成 也是建立主體性的重要的做法 那我們在學校 在社區 在菜市場 用各種不同的情境 只要我們願意講 願意教育其他人 這個思想就會傳遞出去 而這個思想就是守護家園的思想 這個價值就是把台灣當家 那這些力量就是來自於教育 也就是陳玉峰教授 當年出現要對台灣 世世代代我們的人所做的工作了 那今天演講 我這邊提醒一下 就是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邊有生態台灣的記刊 那生態台灣的記刊 從10年前 就是10年前開始創刊到現在 總共已經到第38期了 那這裡面到底有什麼樣的意義在裡面 我們一般的環保的 新聞